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时尚就筑专业 捍卫消费权益 我是好房红总编 也是本节目的制作人 杨清亮 大家好,我是廖志航 欢迎各位收看买房卖房真相大追击 這行,賣房子是人生中的一大重要決定 誰都不希望辛苦一輩子買來的資產被賤賣了 那為什麼還是常常耳溫有屋主賣了房子之後 發現被房仲欺騙的事件發生呢? 現在已經很少人用自售的方式在賣房子 大多都直接找房仲來處理 而一般的屋主想要知道自己房子的行情 自然就會請房仲來幫忙估價 而此時選擇房仲就很重要 因為如果遇到黑心的房仲 你辛苦一輩子的積蓄 恐怕就被坑殺或被低買高賣了 身為屋主他在賣房子 要找仲介來估價的時候 有哪些是要注意的重點 他注意這些重點才能避免遇到這類的黑心業者呢? 這一集我整理了估價的四大注意事項 來幫觀眾朋友趨吉避休 來看看有哪四項 有關房子的行情 這是萬變不離其中的 第一個 請房仲來估價 一定要確認房仲提供的成交行情 這個在以前的節目裡面 我們曾經多次提到 提供同條街但不同路段 或是同條街不同的產品 甚至是挑選過的成交行情 都會讓屋主誤判 沒錯 總編你說的沒錯 因為屋主找房仲賣房子 找房仲來估價 他最期待的是什麼? 第一個他要賣合理的價格 或超乎他期待的價格 希望房仲能夠滿足他這樣的條件 第二個是要在合理的時間售出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怎麼確認房仲提供他的成交行情 是完整的 重點在完整 重點在正確 因為之前我們節目也提到 很多黑心的房仲業者 他提供給屋主的行情 是經過挑選 是經過篩選 他給屋主看的是比較低價的價格 甚至提供同條街 但是不同路段 或者是拿前段後段的行情給你 口頭講一講 那屋主基於信任 基於相信他 就委託給他 結果就造成了不堪的後果 甚至被坑殺 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今天也來教大家 怎麼確認房仲提供的行情 是正確的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簡報 如果房仲提供給你這張成交行情 你會覺得他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看起來都還好啊 你看這個路段都是219巷 219巷 單價大概是55 56 58 那我看了之後 我想我就是賣56到58 應該合理吧 所以看了這個行情你會認為 他提供的滿完整的啊 路段都相同啊 也是在我家附近啊 對 這裡的行情大概就大概 55到58 所以總編 如果要賣房子 你看到這個 這個行情表 你可能會賣55到60萬左右 合理 合理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到底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沒去查證 你就會被剛剛房仲提供給你的 行情表所誤判了 經過實價登錄上面的完整的行情 實際上是長這樣子 一樣都是219巷 可是總編你會看到 這裡有59萬 65萬 64萬 但是房仲剛剛提供給你的 卻是55萬到58萬 所以他高價的行情 他把它替掉 他把它挑選過 他把它篩選過 所以他提供給屋主的 事實上是比較低的行情 所以我們還是要自己 要上內政部的實價登錄網站 自己查一查 才比較好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總編 這個如果房仲業者也提供 這樣的行情給你看 你會覺得 這個有什麼問題嗎 看起來也都沒有問題 這個路段 然後 行情看起來 對啊我大概就會出個 65到70萬 我都覺得合理啊 也覺得這個也蠻完整的嘛 但是 你有沒有看到 他沒有秀給你看的是 成交日期 什麼時候成交的 他居然把它替掉了 我們上網 上這個實價登錄網站去查看 他剛剛提供的 這些60萬70萬 60幾萬 70幾萬 卻都是107年耶 都已經是兩三年前的行情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房仲給你的行情 看起來相對完整 但是 是不是拿過去的行情 來跟你 估現在的房子 哇 這也是很可惡 這也是會造成屋主很多 誤判喔 所以 如果你 你繼續相信他 或者是你沒有時間 你沒有去 自己去查證 你就受騙了 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他的行情落差會有多少 如果房仲拿 之前兩三年前的行情給你 這邊大概就是60萬70萬 可是 如果最新的 110年 今年度的成交行情 都已經賣到 有些80萬 79 都75萬以上 所以 一瓶落差 可能將近10萬 所以這個要特別留意 就房仲有沒有拿過去 之前的行情 來給你估價 好所以要特別注意的第一個事項 就是 確認房仲 提供給你的行情 是否正確 是否完整 有沒有經過篩選 有沒有拿不同路段 有沒有拿不同時間的喔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你如果不放心 你可以 請 房仲提供給你的 成交行情上面 請那個房仲人員 親自 簽名確認 日後如果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來做 佐證 好另外一個重點 剛剛我跟總編都有提到 就是要自己上 實價登錄的網站 來做交叉的比對 沒錯 他給你的行情 是不是正確 是不是完整 在行情這個部分 提供以上這兩點 給觀眾朋友參考 那第二個訴求呢 好第二個訴求就是 合理的銷售時間 這個 賣方 委託 一個房子給房仲 總不可能讓那個房仲 賣兩年三年吧 那屋主該怎麼做呢 房仲為了要爭取委託 他通常都會跟屋主講說 這裡啊 你放心我最會賣 我客戶最多 而且這裡我成交最多 所以第二個重點 就是要要求房仲 提供該社區的成交資料 這個用意就是要找到 真正在這個地區 這個社區 這個商圈 這個大樓 他真的成交最多的房仲 而不是他口頭說他最會賣 因為你找仲介去估價 每一個房仲經紀人 他一定跟你講說 我客戶很多 這裡我經營很久 可是是不是真的 你無從查證啊 實際上路路上 只能看到行情啊 只能看到賣多少啊 所以你要請經紀人員提供 他們公司或他個人 在這個社區的成交紀錄 在他提供給你的這些成交紀錄上 你可以請他簽名確認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才不會被黑心的房仲 或有心的經紀人來呼嚨掉 沒錯 如果經紀人在該社區 都沒有成交過房子 他要如何處理我的房子呢 還有嗎 好第三項呢 是務必找誠實的房仲公司 來幫忙銷售房子 那所謂誠實的房仲 就是不會篩選成交行情 還有不與投機客往來的業者 因為只要跟投機客往來的業者 很有可能就會設計你的房子 坑殺你的價格 每個人都會說他不會篩選成交行情 也可能欺騙屋主說 我沒有和投機客往來啊 有沒有更無腦的判斷方法 好那就是第四項 第四項就是如果你不想傷腦筋 那建議就要選擇大型的房仲公司 那最好還要貨比三家 怎麼比呢 貨比三家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你比比看這幾家提供給你的行情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完整 有沒有每一家都完整 還是哪一家是經過挑選 第二個 你可以比他們公司的一些制度 什麼制度呢 它有沒有連賣的制度 還是你一家委託 就單獨這一家小公司在幫你賣 還是它有規模性的 在做區域性的連賣 另外你還可以比一下每家公司的保障 因為現在很多房仲業者都有一些賣房子一些保障 包括漏水啊 海沙輻射啊 兇宅啊 這些都有保障 那另外你還可以問問對方 如果日後發現我的房子被你們賤賣了 有沒有提供任何的保障 你是說房價的保障嗎 沒錯 就是總編說的最無腦的判斷方法 也對 連你的房子被投機客低價買走 都要補償損失了 想必也就是真的未和投機客往來 那還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 希望今天的節目 能幫助現在正準備賣屋的觀眾朋友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你的看法 今天謝謝智航為我們整理出 估價應注意的事項 這也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挖掘事件真相 捍衛消費權益 若您買房賣房交易有糾紛 請讓好房網新聞醫務律師團來幫你 沒錯 有買房賣房的交易糾紛 可以點選影片資訊欄的爆料專線連結 或者畫面的QR Code聯絡我們 QR Code在這裡 當然也要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也歡迎您在下方留言喔 伸張救助正義 捍衛消費權益 真相大追擊 我們下次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要打開小鈴鐺喔 好房網YouTube頻道 影片新上架就能收到通知 影片新上架就能收到通知